家常青花椒鱼的做法 一张图片倒料吃青花椒的季节料 这个时节的青花椒特别香 特别麻 今天做一道川味儿的家常青椒鱼 熟悉川菜的人都知道 川菜的特点是麻辣鲜香 这道菜的特点是麻香味 所以它在配料的用法上 会和以前的 所以它在配料的用法上和会有所不同 在不掩盖鱼本身的香味儿的同时 重点突出麻味 食材名气主料 草鱼一条泡浆适量大葱一根 芹菜一根干辣椒 五个青花椒 二匙小白菜一颗泡 浇适量辅料 自制辣椒酱 一匙生抽半匙 蚝油半匙 淀粉一匙料酒 半匙高汤 一碗菜籽油 一勺白醋少 取鸡蛋一个麻香口味 煮工一半小时 耗时简单难 度家常青花椒鱼的做法步骤 一新鲜的草鱼清洗干净 把鱼骨和鱼片而分别洗 净装在两个容器里面 因为一会儿煮的时候 鱼骨要先下锅 加姜片盐 白醋 料酒清水 静靠去腥味 二清洗好以后 鱼片的那一部分 加上淀粉和鸡蛋 清腌制15分钟 加鸡蛋清 会更起肉片更加滑嫩 三关于这空档 我们来做这道菜的关键的精髓 干辣椒切碎青椒 用小火微微扁一下 扁出香味搅拌均匀 四所有的配料切好 五把白菜切成长条 这个配菜是随意可以搭配的 我今天家里正好有白菜 就用白菜咯 六锅里放少许油 放除拉青椒和干辣椒的所有配 料炒 七加半勺香辣酱 继续翻炒 这个炒鱼用的香辣 酱是自己做的 主要的材料有 甜面酱 皮线豆瓣酱和小米辣 但要注意一点 这道菜麻为主 所以这个辣味要淡炒香以后 加入清水下水沸后 下鱼头和鱼骨煮三分钟 放少许生抽和蚝油起色 八方白菜下化线 再化鱼片煮两分钟 酒盖上锅盖 熄火焖十分钟 经常下厨的人都知道 鱼味要焖一下才会入味 这时候尝一下味道 如果咸味不够的话 加一点点盐 拾起锅把做好的青椒和干辣椒 均匀的放盆里面 拾一把菜籽油烧熟均匀的 淋上放一点芹菜叶做装饰 一道色香味 每递菜就做好料 非常的可口 小窍门里面的配菜可以随意搭配 要是是莲藕或者土豆之类的 就先把它煮熟 煮放在盆里面 这种容易熟的菜就煮锅里就行了 啊